成立在1965年的喜乐教养院 一开始是一家专门收容小儿麻痹患者的保育院 信奉基督教的马喜乐女士 从美国来到彰化县二林镇传教 看到当时数百名小儿麻痹患者缺乏照顾 才设立了喜乐保育院 1991年10月成立马喜乐社会福利基金会 最近计划在二林造假里设立一个新的园区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跟支持服务 所以2018年7月13号晚上 在台中市淘港城举办一场慈善募款餐会 希望能够筹策爱心费用 早一天完成照顾弱势的计划 我们在说给人鱼不如给他钓竿 我们愿望这个皮肤工厂能够带给身心障碍者 就业的尊严跟机会 一个人如果有一个经历 他一个家庭 他的孩子是小的家庭就这个照顾 所以我们需要一倍的钱 我们已经有自己的土地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钱来 把这个工厂弄起来 让更多人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机会 在这场慈善募款餐会上 还安排了太鼓表演 歌唱跟舞蹈演出 台中市副市长林一盈 也上台致辞表示 自己跟他的先生 都从事老人跟身脏服务工作 自己也在彰化县出生 跟马喜乐基金会有经常性的互动 他感慨的说 马喜乐基金会对于社会的贡献相当伟大 其实跟马喜乐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交流 他真的很赶配 我连我自己村子里面 其实都有孩子是送到马喜乐照顾的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 马喜乐的各种的一个服务跟配奏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 虽然想要设立新的园区 但是五年的计划当中 还有7200万的缺口 所以马喜乐基金会 希望以赞养空间 喜乐砖 爱心铺满 跟爱心股东的方式筹备资金 举办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募款餐会 意卖各种艺术品 爱心商品 希望尽快把新的园区盖好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其中国际符轮3461 东南符轮社 文化创意发展协会 都纷纷捐款表示支持 因为台中东南符轮社 过去就一直 40年来都一直在赞助 2016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 他今年碰到的问题 可能不是我们以往 十万块可以解决的 但是呢 今年因为碰到扩厂 金会缺口实在太大 所以才会 就是硬着头皮来找我 我说那没问题 真的很快 在一个礼拜 一百万就已经都抽抽到位 他们有一个梦的工厂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平常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慈善 那当然知道了 虽然说我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可是我觉得爱是没有宗教界限的 马喜乐基金会表示 这一次从彰化北上台中 举办募款餐会 真的很感谢每一个机关 社团企业 都用不同的方式赞助 给身心障碍者一个幸福安全的新家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跟喜乐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好谢谢感谢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